爹爹 不 师父 求求你 帮帮我吧 师父 你自己吹的牛皮 还要 你自己解决 师父 你得帮我呀 你可知 参加成人礼的 大多都是 百年以上修为的妖灵 我知道 可你不也说 我天赋异禀 是可造之才吗 而且 你也算我半个师父 徒儿出寨 师父哪能袖手旁观呢 算了 不就是叫四童一声大爷吗 我倒无所谓 就是按辈分 你还得叫他一声歌呢 那好吧 那好吧 如果你潜心修法 是要参加成人礼 那本君便帮你一把 不过你要记住了 到时候缺胳膊少腿 可别让我背着你回来 一言为定 徒儿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的